各位同学大家午安呢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我们这第六章 我们说等于是经历学里面最重要一章 我们主要是告诉各位 如何应用前面第二章到第四章 所学到的观念 用来解决不同的结构 承受到外力 然后是在平衡的状况之下 我们怎么找出来 作用在这结构上的每一根零件 每一根原件 它所受的力量 那我们这一章呢 会介绍三种结构 第一种我们叫行架 在上个礼拜介绍过 那所谓的行架 再给各位重复一下 它基本上是由一些直的零件 我在强调是直的 直的零件 然后尾端跟尾端结合在一起 基本上这些零件的重量 我们都忽略 如果要考虑的话 这些零件的重量 也会把它分配到两端 所以每一根零件 都是二粒构建 这样子的形式的结构 我们叫做行架 然后我们介绍了两种方法 一个叫接点法 可以算出整个行架结构 每一根原件的受力 不管是张力还是压力 然后我们也介绍了截面法 主要是来计算出 这个行架结构里面 某一两根特定位置的原件 杆件所受的力量 那是我们上礼拜介绍的 今天我们跟各位介绍 另外两种零件 就像你们看 一个frame叫做框架 另外一个machine叫做机械 框架也好 机械也好 它有一个特色 第一点 它所有的这个结构里面的原件 至少 至少有一根 是多粒构建 就是绝对不会是 全部都是二粒构建 有可能通通不是二粒构建 反正 只要整个结构里面 有这三点 违背了一点 就不会叫做行架 第一个 如果这个的结构里面 有一根 至少有一根弯曲的杆件 它就不能叫做行架 第二点 如果说忽略重量的时候 这个零件 这个结构里面 有任何一根一组杆件 它是多粒构建 在忽略重量的状况之下 那它绝对不能当做行架 还有第三点 如果只要有一组杆件 是某一根 接在另外一根的身体这边 不是两端 它就不会叫做行架 这三点违背了任何一点以上 我们就会把它叫做框架 或是机械 那基本上来讲 所谓框架 跟机械差异就是 框架是受到外力以后 它是平衡的时候 它是会静止不动 它是会固定在那边的 OK 这是一个Complete Concentrate的结构 我们叫做框架 那机械呢 基本上就是整个结构里面 至少有一部分的结构 它会动 也有可能整组结构都会动 那我们叫做机械 那如果是机械的话 我们考虑的就是这个机械 这个机械这组结构 它在运动到某一个特定位置的时候 假设在那一刹那 它是静止不动达到平衡 我们要计算出 它在那个位置 特定位置的时候 每一根零件的受力 这就是我们现在第三节 要跟各位介绍的 那好 我们首先先谈到框架 就是如右边 我们所本身来讲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的图 那如果是框架结构的话 基本上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会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考虑整个结构的自由体图 如下面 像你们一下右边 这个图 我们在上礼拜就跟各位有介绍过 一根框枝的框枝 ABCD 在A点是Simple Support 左右上下都不能移动 然后呢 在C点那边 它连了一个框枝 C点那边连了一个框枝 CDE 就是也就CDE 这横的框枝跟直的框枝 在C点是一个叉烧连接 然后在A点那边 它是有一个重量 可是因为这个的重量会使整个的结构 产生顺时针的转动 所以我们在D点那边 又拉了一根绳索固定到地面上 OK 这样化整个结构才会维持稳定平衡 那这个地方呢 它为什么不能够叫做 框枝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同时有用一根BD 从B点到D点 它也跟框枝连接 BD这个框枝 它这里面有D点 BD是个二粒构建 忽略重量的话 可是BD跟CDE 是连到CDE的中间点 连到D点 它不是连到两端 所以这一点违背了框枝的原则 同时呢 ABCD 你们看 它A点B点C点D点都有受力 所以ABCD是一个四粒的构建 不是二粒 所以这也违背了框枝的原则 所以这也是一个框架 然后CDE 横的跟直的又在C点 又是连到直的那个中间 不是连到两边 所以这也违背了它的原则 所以这个结构里面 基本上主要的是违反呢 好几个零件不是二粒构建 而且它们是 某一根零件是接在另外一个零件的中间 所以呢 这个我们把它 而且这个不会动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框架 框架的第一步 就是一定要先画出 整个结构的自由体图 如下面的这个图所示 OK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A点那边因为都不会移动 所以有X跟AY 两个反作用力 然后呢在D点那边 有一个朝左下方的绳索张力T 因此以这个来讲 整个这个结构 我们有三个位置数 T AX跟AY 所以三个方程 因为这是一个平面的钢体问题 所以钢体平衡问题 有三个方程式 我们可以把这三个位置数 也就是先把这个是所谓的外力 给解出来 解出了外力以后 我们的下一步 就是要画出 每一根零件的自由体图 这个我们上次画过 这边我们再跟各位看一下 第一点ABCD的单独正跟直的 感见自由体图 首先在A点还是有XAY 然后在B点 因为我们知道BD 是一个恶力构建 所以受的不是压力就张力 那我们图上很明显的 假设它受的是压力 因此在B来讲 BD 对直的感知的B点 会产生一个左下方的力量 OK 然后在C那边 因为是个叉烧连接 所以我们有CXCY 但是做恶的感知 作用在直的感知上的作用力 是CXCY 那直的感知作用在恶的感知作用力 就是CXCY 本来是朝右朝上 在恶的感知上就会朝左朝下 记得直的这根感知的恶的感知 因为C点是一个叉烧连接 所以我们在接点这两端的力量 一定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然后接着最后在直的感知的 那个低点 那个低点上面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张力 好 这边我有特别告诉各位 你们讲一句话得非常不好 你们的课本不要养成这个习惯 你们看 我们这边特别讲 你们仔细看那个B1 B1那个恶力构建 它在这边呢 它假设这边一边是正 它另外一边就写一个负的FB1 我到时候很多 你们的课本上 每一个自由体育都这样子画 因为它画的是个向量 所以比如说在B点来讲 这两个力量 一个朝左下方 一个朝右上方 它们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但你们课本上 因为认为它写的是向量 所以一边的向量 写的是正的FB1 另外一边就会多一个负的FB1 但是这很容易搞分头 我再强调 你们画自由 跟我上个礼拜教的那个 接点法类似 不管你只要标出 我的力量的正确方向 用箭头 像这个图上来讲 一边是朝左下 一边是朝右上方 那你的大小 通通去把它写成正 都叫正的FB1 那个负号不要出现 反正你做出来了 如果是负的 就表示你假设方向是错误 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的正门 这一章里面 它有非常多的自由体图 都是一边写正 一边写负 非常糟糕 很容易搞混 你们记住 通通不要标负号 因为课本上是当做 它写出来的是个向量 那我们是利用方向 然后就直接加上它的大小 所以永远不会有负号 就像我这个讲义这边看到的 你们仔细比看 我讲义上这个图 跟你们课本上的这个图 有点点不一样 你们根本上 某些地方有多一个负号 千万不要 这是特别的提醒各位 一下 好 那在画这些自由体 有几点就要注意 第一点 像刚刚那个A点 那个支撑点 OK 因为A点 我们知道前后左右 都不能移动 抱歉 第一个是 刚刚那个图上 那个B1 OK 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恶律构建 如果你看到整个结构上面 有一个恶律构建 有一个恶律构建 记住啊 如果是恶律构建 题目一定会告诉你们说 忽略 这些零件的重量 本身重量 为什么可以忽略 因为我们假设这个零件本身的重量 跟真正的那个W的重量相比很小 所以它影响不大 我们忽略 只有忽略本身重量的时候 才有可能除去恶律构建 如果任何一个零件 它的重量有考虑进去 除了是属于行架类 否则的话 绝对不会是恶律构建 那我们这边告诉各位的是 你首先第一点 如果看到框架上有个恶律构建 你就知道你只有一个未知数 例如现在右边那个图的FB1 因为它是恶律构建 所以它只有大小 方向我知道 就是从B点到E点的方向 因此只有一个未知数 你唯一假设的是 它是压力还是张力 在这边我们就假设 FB1是一个压的力量 所以如果你算出来是正 就表示FB1受的是压的力量 如果是负 表示FB1受的是张的力量 这其实不是很好的假设方式 建议各位养成习惯 只要看到恶律构建 都是假设它是张力 这样你不会搞分头 那算出来是正就是张力 负的就是压力 像这右边的图手势 另外 等一下 另外就像右边那个图的C点 C点是一个PIN插烧连接 而且不管直的杆子 ABCD还是横的杆子 OK CEF 它基本上都是多力构建 所以在C点那边的 互相的作用力 我们的大小跟方向都不知道 因此这个时候 就像右边图来讲 C点我们就要设有两个位置数 一个CXCY OK 一个是CXCY 然后呢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刘顿的第三运动定律 也就是 像你们右边看到的两根杆子上的C点 如果在直的杆子上 也就是横的杆子 作用在直的杆子上 C点的作用力是CXCY 是朝右朝上 那在横的那根杆子上 C点的作用力 就应该是朝左朝下 这个一定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这个是在画框架 各个元件的自由体图里面 基本几个原则 如果是二粒构建 只有一个位置数 你就假设它是张力 如果不是二粒构建 阶点 一定会有两个位置数 我们通常会在先画的那根零件上 假设它是朝右朝上 那后画的就是朝左朝下 那算出来如果是正的 就是对的 错的 负的话 就表示方向是相反 我们这样会举一些例子 那下面这边 我们就来更细一点的说明 分析框架的那个步骤 像我们刚刚讲的 第一步 画出整个框架 它的自由体图 然后定出 它的XY坐标 因为我们到时候要做 钢架平衡的 OK 要做整个钢体平衡的 做出它的坐标 这是第一步 那在画这个自由体图的时候 就像我们讲的A点 主要就要注意到 框架跟地面的支撑点 它有几个反作用力 那个我们在第四章 钢体平衡的时候 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 不管是立三维的问题 还是二维的问题 像这边的A点 就是像刚刚那个图的A点 就是有两个反作用力 然后当然第二步 自由体图画出来 第二步就是利用钢体平衡 平面的就是三个方程式 立体的就是有六个方程式 找出这些所谓的外力 也就是这一页的图 各位所看到XAY跟T 知道了这个以后 先把外力都做出来 下一步就要算内力 那内力的话呢 我们要做的第一个 就是画出每一根零件的自由体图 也就是像右边这个图的 ABCD是一个零件 BE是一个零件 CEF又是一个零件 这总共三根杆件 我们就发出三个杆件的自由体图 然后在画这个零件的自由体图的时候 有几件事情 要注意 第一点就是 通常零件跟零件的接点那边 我们假设是一个叉烧 然后只要这两个 如果两个零件有一个接点 这两个零件中只要有一个 如果说这个就我们讲 知道是二粒构建 那就晓得方法 不知道是二粒构建 那接点那边就一定有两个位置数 CX跟CY 除非这个接点上 每一根零件都是二粒构建 你就会知道它的方向 否则只要不知道方向的 我们就要设两个位置数 像刚刚那个图的CXCY 然后第二点 这大家要知道的 就是一定要注意到 刘顿的第三运动定律 像刚刚的图 所以一边CXCY朝右朝上 另外一个一边朝左朝下 那我们真正要讲的是第三点 如果你真的只有两根杆件 接在同一个叉烧上 像刚刚前面那个图的C点 B点或E点 问题都很简单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某一个接点 它有两根以上的杆件 可能是三根 甚至可能还有个外力作用在上面 甚至这有两个杆件 可能是接在某一个支撑点上 那我们这些图是怎么画 那这边来讲 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原则 要注意每一根杆件都是用叉烧 Ping串在一起 你在画的时候就假设这个Ping 是跟着其中的某一根杆件 那所有的力量 不管是外的力量 还是其他杆件的力量 都是作用在这个Ping的上面 你就不会画错 我们下面这边呢 这边各位可以稍微抄一下 我们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 假设我像有三根杆件 这个A点就是一个Ping A B C D 也就是说 A D的这个上面 我这个画图的意思就是说 有A B A C A D 三个杆件都是连在A点 但是注意 A B A B A C 是恶力构建 A D 不是 因为A D 腰部中间又连了另外一根杆件 那我们现在画这个图能 是两个 第一个 你要先决定 大家听好 你们要先决定 你的叉烧要跟哪一根 比如我叉烧要跟A B 所以这是A B杆件 这是我的Ping 那这时候你们仔细看 因为A C是个恶力构建 假设是张力 所以 A C这个杆件会对A点产生一个张力 这边是F A C 那当然对A C本身就是这个样子 它是杆 最终在杆子上 因为我Ping是在A B上面 OK 这是A B杆子 然后在A点上面 然后我们再看A D A D因为是个多力构建 所以它本身来讲 A D在A点上面 它会有一个A X A Y 力量作用在这个Ping上面 然后对这个A D自己本身呢 它就是一个反过来的A X A Y 在杆子这一点上面 有这两个力量 这两个跟这两个 刚好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这个是一种画法 如果有三根杆件的话 有两根是 我们就是假设把A 记得所有的力量 都是作用在叉烧上面 而叉烧一定要跟其中的 一根杆件 好 还有一种 如果我这边又多了一个外力P 怎么办 那就是在这边 又多了一个外力P 因为它还是作用在这个叉烧上 就是这样子画 所以这个时候你画A B的自由体图 不管A B的其他部分 光是A B的自由体图 它在A点上面 它就有一个AC的拉力 还有一个A X A Y 还有一个P的力量朝下 就会有这四点加在一起 这四个都是作用在叉烧A点上的 A点上的力量 这个要注意 这个要注意 那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现在看的是另外一个杆子 是这样子 这个A 这个B 这个C A B C 都是二粒 AB跟AC都是二粒构件 假设 但是如果你要画A B的自由体图 假设这是我的叉烧 这边 这边 它本身呢 这是AB的插道 首先是地面这个A 会给它一个 A X 跟A Y 反作用力 然后AC假设拉力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FAC 这个就是AB杆子上面A点所使的力 因为我们假设插道是在A上面 那至于AC的杆子本身呢 就比较单纯 因为它是一个二粒构件 所以只有这样子FAC 跟FAC 这两个例子 各位自己稍微在你们讲意义上 稍微抄一下下 因为常常很多框架 第一点 它不会像我们前面那个图那么简单 每一个接点只有两根杆子连接 常常会有三根以上 会有好几根以上 然后有时候还会有额外的外力 这个时候要小心 因此我们再回去看这一段话 第一个 如果是有外力 会有好几根杆子 先假设插梢 是某一根杆件 我刚刚话都是以AB在一起 你要说有AC在一起也是一样 观念是一样 如果有一个叉烧 它本身来讲 那个上面有两根 三根的杆件连接 或者四根 或者除了两根杆件外 还有外力 或者还有其他的反作用支撑点 你都假设你的Ping 就是你们画图就要想象 我的叉烧Ping 是连在某一根杆件上 那所有的外力都是作用 其他杆件都是作用在这个杆件上 这个Ping上的力量 那反过来讲 这个Ping也会给其他杆件反作用力 像我们刚刚画的这个 这边的AX AY朝左朝下的 就是Ping给这个AD 这根杆件的反作用力 OK 那我们这边讲的 刚刚讲第一个假设Ping 是跟在某一根零件上 然后下面这段话 就我们刚刚所展示给各位看的 其他零件要作用的力量 都是作用在这个Ping上面 那Ping对其他零件的反作用力 也要在其他零件的自由体图上 本身应该要出现 OK 应该要出现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 第一步画整体结构的自由体图 然后选择个坐标系统 第二个就是用钢体平衡 算出整个结构的外力 第三个画出每一个零件的自由体图 第四个就是分别针对每个自由体图 我们也可以选一个坐标系统 然后我们这边有特别提醒各位 做坐标 每不同的零件 可以有不同的坐标系统 比如说 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图上来讲 针对ABCD这个零件 你可以选择这样子的坐标系统 如果B1这个零件 它是斜的 它万一上面还有其他的外力 那比较弱的话 我的坐标系统就可以这样子 斜着选 也就是说这边有三根零件 每根零件的坐标系统都可以自己选 没有规定说 每一个零件的坐标系统一定要一样 因为这有时候 零件如果是斜的 你就选择斜的坐标系统 有的时候解题目会比较方便 然后最后一步 就是针对每一根零件 运用到钢体的平衡方程式 就可以把它所有的外力解出来 所以整个解框架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解两 就是等于是分别的先解出整体结构的平衡方程式 然后再解出每根零件的平衡方程式 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一点都不难 唯一的关键就是每根零件的自由体图上的受力 你不要画错 关键点就是如果是二力构建 只有一个位置数 如果不是二力构建 接点就会有两个 事实上这个观念 跟你们上次第一次的考试的某一题 是有点类似的 永远要知道有没有二力构建 那下面呢 有关框架有一个问题 是很有趣的 你们想看右边这个钢架 它是一个钢架ABC 我们就说它框架 就是它是一个结构 ABC 你们仔细看 它的A点跟B点都是固定 也就是说A点上下左右不能移动 B点上下左右不能移动 然后分别在这两个杆 两个杆件之间 ABC跟BC之间有两个外力作用 一个P一个Q 所以呢 ABC就算我忽略了重量 ABC跟BC都是三力构建 因此他们不能 这个是框架 不是行架 虽然它是 都是端点跟端点结合 可是这两个零件 都就算忽略重量 也不是二力构建 所以它是一个框架 那像我们讲的第一步 我们画出框架的自由体图 你们现在就可以看 A点有一个AX AY B点也有一个BX BY 所以各位仔细看看 现在这个图上 假定我P跟Q知道 整体的结构有几个位置数 我有四个AX AY BX BY 可是这是一个平面的钢体 我只有三个方程式 很明显我AX跟AY BX BY 没办法完全解出来 因为我方程式不够 四个位置数 三个方程式 那这个感觉 是像我们讲的 进不定问题 就是我没有办法 用平衡方程式 可以解决的尽力问题 我们把这个叫做进不定 但注意我刚刚讲的话 说是感觉 很多框架都这一类 你乍一看整体结构 你没有办法 把它的外力统统解出来 可是 如果我们还是把这两个 这个框架的两根杆子 ABC跟BC 拆开来画它的自由体图 OK 那结果如下面这个所示 我们先看左边的AC 先看这个图 A点还是有AX AY 中间还是有一个P 然后C因为是Ping Connected 而且都是没有二粒构建 所以右边的杆子 最后在左边杆子上 有一个朝右朝上的CXCY 然后我再看右边的呢 那就是有一个朝左朝下的CXCY 那重点是这两个图合起来 这就是成了两个钢体 每个钢体我有三个方程式 那你们仔细看这个里面 有几个位置是X AY BX BY还有CXCY 只有六个 也就是说 当我把这两根钢体 这个框架的两根杆件 拆开来画自由体图的时候 我只多了两个位置数 但是我多了三个方程式 因为每一个钢体 左边的钢体会有三个方程式 右边的那个杆件 也会有三个方程式 所以合起来 total合起来是六个方程式 六个位置数 我现在没有考虑到整体结构的 我就是考虑到 左边那个零件 AC零件 我有三个方程式 右边那个零件 BC零件 我也有三个方程式 我有六个方程式 合起来只有六个位置数 所以实际上 这一个问题是静定结构 是可以解的 这个是很多框架的 也就是我们要提醒各位 我们待会儿就会有一个例子 很多框架的问题 你先考虑到整个框架 整体结构的自由体图的时候 你可能会突然发现 好像位置数有点多 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外力 都做出来 不要紧张 标签假设 它是进不定问题 你再把每根零件拆开 因为你们要注意到 任何两根零件 我一拆开的时候 这一点我只多两个位置数 不是四个 因为留定第三运动定律 可是我一拆开 本来合起来是三个方程式 一拆开以后 变成左边三个 右边三个 合起来呢 我们是多了三个方程式 位置数只会多两个 所以通常那种时候 它会变成真正是静定问题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有一个例题 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实际上说明 这个本身也是 这个例题也就是告诉了各位 它是可以解的 下面我们跟各位举一个例子 那是你们课本上第六章的第四个例题 这个你们现在看 这边有三根零件 第一个是像一个L型的 从A点到C A点到C点到E点 这是一个零件 ACE像一个L型 然后呢 在A点那边是一个固定端 所以左右上下都不能移动 它会有两个反作用力 第二根零件 是从B点到C点 B C 等一下 BCD 第二个零件就是BCD 那好像一个唐语的一样形状 第三个零件是从E到D 有根杆子连结 所以整个这个结构 就是ACE1跟BCD 在C点用一个叉烧连在一起 然后这很明显 这两根杆件一定会转 所以我再用一根 一个零件 从E到D 再一根杆件给它连在一起 这样子是三个零件 那这个里面 我们事实上 这边后来有讲 我们忽略所有的重量 忽略所有的重量 所以 很明显 D跟E 这个零件 是恶力构建 但是 ACE1跟BCD 通通不是 所以这是一个框架 不能叫做行架 然后我们在1点的最上面 也是在BCD的杆子上面 在1点的位置的上面 我有一个486的力量 是朝下 然后B点是一个roller 那题目现在 说这个框架 在这个受力状况之下 它要我们找出来 从1点到D点 那个恶力构建 它的受力 记得 我再重复一次 只要是恶力构建 你一定要算出 它是张力 还是压力 以及呢 在插烧 那个C点 那个Ping C点的作用力 但是它问的是 作用在BCD 这个零件上的作用力 因为我们都知道 C点的力量 两面是相反 那它 因此你要看 这个题目问的 题目现在问的是 作用在BCD 这个零件上面 C点的作用力 那像我们刚刚讲的 步骤很单纯 第一个 画整个结构的自由体图 就如右边所示 A点有一个AX AY B点呢 然后我们是假设 朝右朝上为正 B因为是roller 上下可以移动 所以只有水平方向的 反作用力 我们假设B 是朝右 然后有一个 480流的力量 作用在那边 尺寸 通通标在这上面 第一个 我们要用钢体平衡 找出这三个 反作用力 OK 那首先 从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 位置数 有两个是水平 一个是B 一个是AX 那只有一个 垂直方向 位置数 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第一步 就是上面选FY 等于0 我们会得到 AY 减掉480 等于0 所以马上我就知道 AY 就作用在A点的 反作用力 是等于480流顿 朝上 就是地面对这个杆的流减 是朝上 这个A点是指的 作用在框架上的 所以等于480流顿 朝上 那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就知道 因为有AX跟Y 如果要用Summation Force 等于0 有两个位置数 B跟AX 我解不出来 所以我先考虑 对A点的力距合 等于0 Summation MA 等于0 Summation MA 等于0的时候 那我们看 AX AY 都不会出现 只有B 跟480流顿 会产生力距 所以B 对A点的力距 就是等于160 乘以B 因为是反时针 所以是正的 然后480 到A点的距离 你们看上面的 图上给的那个尺寸 OK 是100 所以呢 但是是顺时针 所以最后 Summation MB 等于0 就是等于160 乘以B 减掉100 乘上480 所以马上 我们可以算出来 我的B 就是等于正 300流顿 与此是朝右 B如果力量 是朝右 AY AX就很容易了 Summation FX 等于0 等于是B 加AX等于0 所以AX等于 负300 因为是负的 我原来假设AX 是朝右 所以我现在知道 是错的 所以AX应该是 300流顿 朝左 如 这边 所标示的 好 现在第一步 我把X AY 都做出来了 还有B 下一步 就是画自由体图 很明显 这边有两个自由体图 可以选择 一个画BCD 一个画ACE 因为我们问的是 作用在BCD上 C点的作用力 所以我们当然画 BCD的自由体图 如果你们现在看了 所思 知道答案的 我们就写上来了 B我已经知道 所以300朝右 我就画在这边 C呢 我们假设CX CY是朝右 朝上为正 然后还有个480的 然后注意 在D跟E那边 它是一个 那个二力构建 所以我知道 它的方向 就是沿着D1 感见的方向 我们先假设是拉力 FD1 那FD1 跟这边水平轴的夹角 我们上面已经算出 上出来了 Tangent 等于Tangent的80 Arctent的80 除上150 刚好是28.07度 这边已经按给各位 所以记得 这个FD1 是跟这边的夹角 这个夹角 是28.07度 这边我们已经先算出来 就是Arctent 80除上150 然后先来看 这个自由体图 下面这一个 也是一样 我有三个位置数 CX CY 跟FD1 那我刚好会有 三个方程式 所以直接把 钢顶平衡方程式 带进去 第一个 我们当然 就是对C取力矩 因为对C点取力矩 CXCY 这两个位置数都不见了 只剩下FD1 本身来讲 只剩下FD1 所以对C点率率 首先是300对C的力矩 它是顺时针 所以是负的 它的距离是60 所以是负的60乘上300 然后接着第二个 就那486顿 对C点的力矩 也是负的 因为也是顺时针 距离是100 所以再减掉100乘上480 最后考虑这个位置数 这个二粒构建FD1 它只有垂直方向的分量 才会对C点有利己 水平方向会通过C点 没有 所以它的大小应该是FD1 乘上Sign的28.07 然后距离是250mm 所以也是负的 所以减掉250乘上FD1 Sign28.07等于0 那这个方程式里面 只有FD1 是位置数 所以马上可以把FD1 给解出来 是负的561 记得 我原来假设FD1 是一个张力 可得解出来是负的 所以最后我们答案写出来 是等于正的561流顿 然后括号C 因为是Compression 记住 如果是Compression的话 因为我原来画的自由体图 是这样子 可得证明它是负的 所以最后应该是这个方向 因此下一步你们就要小心 当你先做出这FD1 是个负的 下一步你要注意 如果我先解CX 就是SignFX等于0 那你们看 首先就是300 然后加上CX 最后要加上FD1的 你们看我讲义上 我们写的是 减掉负的561 然后再乘上 减掉负的561 再乘上Cos28.07度 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你先依照右边的图来看 大家仔细注意 右边图原来画是FD1 所以我的水平分力 应该是负的FD1 乘上Cos28.07 但是我们又算出来的FD1 是等于 针对这个图 是等于负的561 所以又减掉一个负 因此最后是负负得证 变成证的 如果你再做这个方程式以前 你重新画一次这个图 就可以 画成这样子 那这边你就写561 那这时候你就不会弄错 你就知道应该是 加上561 乘上Cos28.07 可是结果是一样 那最后我们会算出来 我的CX 等于负的795 那这代表什么 原来我们假设 作用在BCD 这个感见上 C点的水平作用力 应该是朝右 结果实际上是朝左 那第三 最后一步 我们就来算CY 那是上面选FY等于0 那就我们讲的是CY 减掉480 然后一样 要不然就是减掉 负的561乘上上 上以28.07度 或者直接写 加上561乘上 28.07度等于0 最后解出来的CY 是正的216 所以我们知道CY 是朝上 因此最后最后的结果 注意FD 是一个压力 561 6.07度的压力 然后CX 就在C点上 是朝左 然后CY 是朝上 那我们现在只画了 BCD的自由体图 答案都做完了 下一步呢 我们也可以画ACE的自由体图 如右下角所示 你可以做验证 这个验证有两种做法 第一个图是这样子画 这个图你们注意 我现在这边所画的 ACE的这个自由体图 完全是依据 上面BCD的自由体图 在画的 所以你们看 A点 我已经算出来了 我知道 AY AY是480朝上 所以我在A点这边 一个向上 就写480 然后我知道 AX是朝左 所以写一个 负300朝左 那是A点 然后你们仔细看C点 因为我原来 这个C点 是假设朝右朝上 所以这边的C点 它就朝左朝下 那是依据这个图来的 然后呢 在B点 在那个1点这边呢 我用我这边的 假设的第一是拉力 所以我这边假设的F第一 也是朝上 右上方 那如果你画的是 这样子的图 你还是一样 考虑ACE 这个感见的钢体平衡 三个方式解除三个位置数 你会解出来 CX 跟前面答案 一模一样的答案 就是CX 等于负的795 CY等于正的216 然后FDE等于负的561 会解除一模一样的答案 这是一种方式 这是一种验算的方式 就是依据原来的图 来画出新的 这个L型的自由体图 注意方向 然后你再解一次 解说大家会跟前面一样 正的就正的 负的就负的 因为你完全是 以原来图来画的 但是 还有一种做法 是我已经知道 我们这边重画一次 这是A点 还是一样 我知道这边有一个300 这边有一个480 然后在C点那边 我已经知道CX 刚刚的CX是负的 795 那原来CX在上面这个杆子 应该朝右 负的就表示朝左 这上面实际的CX是朝左 这边的CX就应该是朝右 所以我这边就写一个 795 那同样的道理 这边算出来的CY是朝上 因为是正的 我就知道 这边的CY会朝下 216 最后 在1点这边 这边我 因为我知道1点已经是压力 所以我这边就写出 561 也就是说我在新的自由体图上 把实际的力的大小跟方向都标出来 然后只是检查 它会不会满足那三个平衡方程式 就是依据这个图 Sumption F会不会等于0 Sumption Fx是等于0 Sumption Fy会不会等于0 以及对C点做一个例句 或对A点做个例句 它是不是也会等于0 实际上也是 这是两种验证的方式 我们再提醒各位一下 前一个 那是你们课本上的图 它完全是依据 横的BCD的作用力的方向 来画出它这个 都是大小方整相反 所以这边算出来的是负的 这边一定要算出来是负 这边算是正 这边一定要算成正 那下一个这个图呢 是相反 我是因为已经从BCD那边 知道所有的外力了 所以我就在ACE感觉上 画出真正的力的大小跟方向 然后来看它是不是都满足平衡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例子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框架问题 步骤也是一样 先做出整体结构的外力 然后画出每一根零件的自由体图 然后算财了外力 那这题我再告个 如果人家问的是 作用在BCD的 C点的水平力 作用力是多少 那就是我们讲的 答应应该是795朝左 如果人家问的是 作用在ACD 抱歉 ACE 这个零件上面 C点的作用力是多少 那答应就应该是795朝右 这种考试的时候 我一定会这样子问 你们千万要看清楚 我问的是作用在哪一点的作用力 OK 因为事实上这个就跟我们第一次考试的题目 第一次考试的那题填充题 就是框架问题 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刚刚举的那个第六章第四个例题 是最典型的 第六章第四个是典型的框架问题 先从整体框架找出它的外力 再从每一根零件的自由体图 解出它的类力 下面这个 就跟我们刚刚举个例子有关了 这是你们课本上第六章的第六个例题 它还是一样 它现在这边呢 有两根直的框架 一个是ACE 右边短一点的叫BDF 这是两根直的框架 然后这两根直的框架 分别在E点跟F点 都是simple support 就是左右前后都不能移动 然后利用两根框架 那个AB跟CD 把这两根直的连在一起 还是一样 我们忽略这些重量 它只有这边有一个3000流氓的水平力 作用在A点上 我们题目问的 就是你要把作用在这两根直的框架上 所有的作用力都找出来 以左边的那根直的框架来讲 记住 它就有A点有作用力 A点有作用力 然后C点也有作用力 然后E点也有作用力 那右边呢 就是B点 D点跟F点都有作用力 我们把它找出来 那第一个 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有两点我们先讲 因为忽略重量 所以AB跟CD是二粒构建 这是第一点 ABCD是二粒构建 然后第二点 AB跟CD 它的斜率 你们注意 我横的距离是2.4公尺 横的距离是2.4 像这样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边是2.4公尺 这边是1公尺 你们仔细看 你们知道有一个直角三角形成比例是 如果这边是5 这边是12 这边就是13 这各位要记得 直角三角形有两种常见的比例 一个是345 两个直角边分明是3跟4 斜边是5 刚好满足BCD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一边是5 一边是12 斜边就是13 那你们现在看 我的水平距离 我们假设就看这个三角形 水平距离是2.4公尺 垂直距离是1公尺 你们仔细看 2.4是不是0.2的12倍 1公尺是不是0.2的5倍 所以我会知道这个斜边就是2.6公尺 研究这两个斜的杆键 这两个斜的杆键AB跟CD的长度就是2.6公尺 因此他们是二力构建 他们所受的力的水平分量 就是等于它的大小乘上13分之12 垂直分量就是它的大小乘上13分之5 这我们先告诉各位 这个一概念 因为它2.4跟1公尺 刚好比例就是12比5 然后比13 我再强调 这个一定要记得 12 5 13 就5 12 13 是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我们还是典型的 先考虑整个框 这很明显是框架 因为虽然AB跟CD是二力构建 可是ACE跟BDF都不是 他们是多力构建 所以它是一个框架 我们看整体的结构 那在1点有一个EXEY 在F点有个FXFY 基本上来讲 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它有四个位置数 所以我只有三个方程式 乍一看 这就我们刚刚讲的 好像是进不定结构 我们先看 水平分量的合力等于0 我们得到3加上EX加FX等于0 两个位置数我解不出来 垂直方向的合力等于0 我就得到的是EY加上FY等于0 所以我知道EY是等于负的FY 就是如此 还是没有解出来 最后第三个 我对1点 左边的1点取利据 左边的1点取利据的时候 第一个EXEY没有外力 FX没有利据 FX对1点的利据也是等于0 所以为之的位置数是FY 因此我们会得到 第一个 这个3000牛顿的 对1点的 它是负的那个 对负的3乘上4公尺 它的距离是4 然后呢 右边的呢 EY对1点的 那个距离是2.4 它的利据是正的 所以最后是2.4乘上EY 减掉3乘4等于0 因此从第三个方程式 OK 我们可以解出来 FY 就FY等于5000牛顿 是朝上 因为是正的 从第三个方程式 解除FY 是等于正的 那从第二个方程式 我就可以解出来 EY 是等于负的5000牛顿 所以代表它的力量 是朝下 是5000牛顿朝下 好 EY跟FY找出来了 但是呢 我还是没办法 从第一个方程式 解除我的EX跟FX 所以这是典型的 四个位置数 三个方程式 我们怎么样都不够 所以乍一看 像进步定结构 那我们要做的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把它每根零件 拆开来 OK 我们就拆它 每根零件 那这个图 如这边所示 我们先看左边这一根 ACE 最后在A点的 有一个水平的力量 假设插骚 就是插在A点 ACE的 A的那个位置 所以那我们刚刚讲的 有一个3000牛顿 最后在PIN上面 然后有个假设FAB 是朝右下方 因为假设张力 那在C点呢 就是假设有个FCD 朝右上方 也是假设张力 然后在E点呢 我们现在知道 EX我不知道 所以是位置数 假设朝右 但是E SUBY 我已经知道 是5000牛顿 朝下 我就直接画出朝下 然后现在就用 这个自由体图 从这个自由体图 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有三个位置数 一个是FAB 一个方向我都知道 一个是FCD 一个是EX 那我刚好有三个位置数 所以我们可以做 首先我们就 SUMFX等于0 所以是3000牛顿 加上FAB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方向 是乘上12分之12 再加上FCD 乘上12分之12 再加上EX等于0 这是第一组 SUMF 那这个我们也觉得 因为这个里面 三个位置数都出现了 第二个 SUMFY等于0 从ACD的自由体图上 FY等于0 那就比较简单 首先是FAB 的垂直分量 就乘上13分之5 然后是负的 因为是朝下 加上FCD 乘上13分之5 因为它是朝上的 再减掉5等于0 减掉5等于0 这个方程式4里面 我有三个位置数 方程式5里面 只剩两个位置数 只有FAB跟FCD 然后最后呢 我们取力矩 我们对1点取力矩 对1点取力矩的时候 首先FAB的力矩 就是也是只有水平分量 有力矩 所以是FAB乘上12分之12 然后它的力币是3公尺 抱歉 那个A点是4公尺 是4公尺 因为是顺时针 所以是负的 然后FCD 也是乘上13分之12 力币只有一公尺 但是呢 也是负的 最后还有那个 3000牛顿的 它的距离是4公尺 也是负的 这个力矩和等于0 那我们仔细看 从第五项跟第六项 最后这两项 有两个方程式 只有两个位置数 一个是FAB 一个是FCD 所以从第五跟第六项 我就可以把FAB 跟FCD解出来 结果解出来的结果 FAB是负的5.2千牛顿 所以代表FAB的5.2千牛顿 压力是C FCD FCD是7.8千牛顿 所以FCD是张力 是T 那你知道FAB跟FCD 再带回到第四个方程式 我们就第四个方程式 我们就可以把EX给解出来了 那解出来的EA 解出来的EX 是负的5.4千牛顿 所以表示 作用在一点的力量 是朝左跟朝下 因为都是负的 朝左跟朝下 那再带回到前面 整体结构 第一个方程式 TODO SUB 等于0 马上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E SUB 是等于 因为有一个力量 朝左是5.4 上面一个朝右3 另外一边 当然是朝右 2.4 所以最后算出来的 FX是正的2.4千牛顿 也就是说是朝右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 那你把ACE的力量 都做出来了 那BDE的 BDF的呢 我们也通通都出来了 因为不要忘了 在B点也是一样 就代表承受一个 5.2千牛顿的压力 在D点呢 就代表承受一个 7.8千牛顿的张力 然后FX 我们知道是朝右的2.4 FY是朝上的5千牛顿 所以我们通通就 你把左边右边 也都算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从整体结构来看 它好像是进不定结构 但你把它拆开来 它会变成 它还是可以解的 好 这个结束了 我们第二部分的结构 框架 那我这边先说明一下 今天第13周 我们今天会把第6章交完 所以下个听号 下个礼拜一 就是我们的第二次考试 考试的范围 就是第5第6章 那我已经讲过 出四个题目 第5章只有一题 第6章会出三题 一个行架 一个框架 一个机械 会各出一题 还是属于你们课本上 习题的偶数 考试地点 跟第1次考试 一模一样 基因一半的同学 就在这间教室考试 其他的同学 就在那个 公一西2006 跟第1次考试的地点 一模一样 规则也是一样 选择题有两题 都是复选题 答案不能一样 是一样 我们就视同拆题 而且写在指定的地点上 要写在指定的位置 那其他有关 跟作弊相关的规定 也跟上次是一样 OK 记得千万不要带小抄 被抓到了 就马上以零分计算 那真正的 实际的考试通知 我们应该今天或明天 会用mail发给各位 我们现在先就预告 等一下我会点人头的 大家千万不要带签 再提醒一下 现在回到我们第三段的结构 也就是所谓的机械 就像讲的 机械指的是这个结构里面 它本身会至少有一部分的零件 或者全部的零件 可能都会移动 它的目的是有两方面 一种是改变力的方向 像我们一开始上个讲过 例如像那个升降台 我们会把斜的力量 改成上升的力量 这是一种修正力的方向 第二种力量就是省力机构 像一般的钳子 我可以用很小的力 夹断很硬的钢丝之类的 那就是机械 基本的我们两种 范围 机械是会动的 但是我们考虑的问题就是 假设这个机械 在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假设在那一刹那 它静止不动 我们考虑的就是 在那个位置 那个特定的位置的时候 达到平衡的时候 每根零件所受的力 主要的问题还是一样 知道每根零件所受的力 你才能够利用材料力学 决定这个零件的尺寸 跟材料 那首先 左边你们看到的这个钳子 这个就是一种省力的 我给我很小的力量P 它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减钢缆的钳子 我给我很小的力量P 然后会在钢缆上面呢 产生很大的力量Q 然后可以把这个钢缆剪断 那我们看这边是P 这边的这个图 就是作用在 那个远远点就是我的钢缆的截面 所以我左边呢 给它那个把手里面 给它一个P的力 它就会作用在 这个钳子就会在钢缆的两端 作用一个Q的一个夹齿力 我们的目的就是 假定P直到Q等于几 那从P到A点的距离是A A点到钢缆的一个距离是B 这是你们从小学就学过的 我们利用杠杆原理 那这个是机械的一种用途 利用比较少的力 产生很大的力 那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看整个这个钳子的自由体图 对 如这边的图所示 它还是一样 左边的两端 它有一个P的力 分别上面的是朝下 下面的是朝上 然后呢 右边呢 就是这个钢缆 对这个钳子的嘴巴那边 给它的反作用力 所以在那个上面的那边呢 给它反作用力是朝上 因为钳子是给钢缆一个往下的力 所以它一个往上力 朝Q 这也是一样 我们有特别强调 你们课本上这个图也是 有化正P跟复P 你们把复号都拿掉 不要把自己给搞混 那从这个图 你们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已知是P 位置数是Q 位置数只有一个 这个好像可以解 带你们仔细看 summation 水平方向合力等于0 没有 因为没有水平力 我们没有水平力 然后垂直方向的合力呢 上下两个P会消掉 两个Q也会消掉 所以summation FY等于0 的答案是0等于0 然后如果我们对A点取例句 你们仔细看 这个P对A点 是反时针的例句 这个P对A点 就顺时针例句 所以这两个外力 对A点的例句核会等于0 这两个Q 对A点的例句核也是等于0 所以针对这个自由体图来讲 summation FX等于0 结果是0等于0 summationFY等于0 也是0等于0 summationMA等于0 还是0等于0 结论是 我还是不知道Q等于几 所以这个很tricky 它乍一看 只有一个位置数 好像我们有三个方程式 结果你会发现 三个方程式都是0等于0 所以你Q还是不能减 因此 这个结构乍一看 好像是非禁定结构 那我们就要考虑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跟框架类似 我要考虑它的零件 那我们这边来讲 你们看 我们就把它的上半段零件 跟下半段的零件 分别画出来 那我们考虑上面的这一个 那这边有一个P 这边有一个Q朝上 然后A这边 我们假设AX AY 这边是AX AY 朝右朝上 下面这个AX AY 就是朝左朝下 要记得 我们讲的 这反作用力 然后针对这个图 我们对A点起例句 那就容易了 我们就会得到AXP 严格说起来 应该是AXP 减掉 那个BXQ等于零 所以AXP等于BXQ 因此得到 你们在小学就得到的结果 我的Q 最后就是等于AXP除以B A比B的值越大 我这个钳子就越省力 这是一个典型的 这是机械 它就是在我要夹到绳子 要夹断的那一叉拉 当作平衡 我算出来 给你多少力的P 我会得到多少力的Q 那我再讲了 这个机械零件 就是用来修正 施力的 使我的输出的力量 也就是Q 远大于我输入的力量 然后就是我们所说的P 下面 我们给各位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大家要注意 肯定要旁边做点注释 这个例子解法有一点点特定 是你们课本上第七个例题 这也是我们一直讲的 就是一个升降台 就像你们看的 下面的这个图 上面的ABC是一个平台 然后B跟C 记得是一根杆件 B跟C中间还有一个杆件 利用PIN B跟C 把这个BC杆件 跟这个平台锁在一起 然后你们看到的这个DH 就是一个抑压缸 如果我操作有液体进去 就会把DH这个杆子 往左上角推 DH这个杆子往左上推 藉由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构 我那个ABC的平台 就会往上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平台升降机 我利用DH 左上方的力量 把它转换成为垂直方向的力量 所以这是修正力 是一个修正施力方向的机械 它不代表会省力 事实上这个并不省力 然后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形里面 注意 BC是一根杆件 然后 AD也是一个零件 D点在BDE这个杆子的中间点 所以BDE到DE的距离是一样的 都是A BDE到DE的距离是一样的是A 右边的那个CG 长度也是2A 跟BDE是平行的 然后注意 题目没有讲 这本再告诉各位 它现在夹的角度是细打 那DA等于DB DADB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这个你们讲 课本媒体 你们自己注明一下 DA跟DB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所以这边的角度是细打 这个平面 这个平台 跟这个BDE的夹角 也是细打 然后从1点 到G点的距离 跟G点到H点的距离一样 都叫二分之一L 然后实际这个升降台 这个DH这个机构 这个抑压机构有两组 一组在同行没有化 所以如果这个升降台 原来的重量是W的话 这个图上的重量 就变成二分之一W 它只负担一半的重量 这个DH 因为它应该有两组 平行的两组 所以每一组 等于只要负担上升 二分之一W 那现在题目就是问 我现在把这个 二分之一W的重量 摆在你左边点 一个X的距离 如果我现在知道 细打是60度 A是0.7公尺 L是3.2公尺 在这些尺寸之下 在现在的位置 就细打等于60度的时候 我这个抑压缸 思雨的力量 就是FDH 也就是DH 作用在BDE 这感觉上 低点的力是多少 我们只问一个问题 就是FDH的一级 然后重量是1000公斤 除了这个重量以外 我们所有的东西 通通 那个重量都忽略 每个零件的重量都忽略 然后还要我们证明 这个DH的大小 跟W的位置 也就跟这个数字无关 就说我不敢W的 摆哪里 我要用的DH 要把它望上升的力量 通通是一样的 所有的重量 所有的重量 我们都忽略 除了原来的1000公斤 这一个 你们就有一点点 tricky在解的时候 这个不是我们一般的 会碰到机械问题 这比较有点意思 我们首先先看 这次机械还是一样 我们画整个机械结构 整个结构的自由体图 如这边所示 那还有几个 第一个是FDH 我把这个抑压缸拿走 所以FDH 那一定是压力 这个不能假设 这FDH一定是压力 然后在1点这边是个ping 所以我们有EX跟EY 然后在C点 因为忽略重量 所以吸机一看 就是恶力构建 那我们假设吸机 现在受的也是压力 所以这边有个F吸机 受的是压力 那从这个图就已经可以看出来 我有四个位置数 我最多只有三个方程 是不可能全解出来的 因此 既然是四个位置数 四个方不能全解 所以我们要画出这个 每一根零件的自由体图 如左下边这边所示 但我们这要提醒 这个里面 有好几个恶力构建 BC是一个单独的恶力构建 AD也是一个恶力构建 DH当然也是恶力构建 还有CG也是恶力构建 那画成了图如左边 我们一个个解释给各位听 一个个解释 这有的方向是故意选的 这是因为作者已经知道答案 这题其次 我们现在看 首先先看最上面那个平台 ABC那个平台 但是我把BC杆建先拿走 所以这个平台上 有一个二分之一的W力 往下作用在上面 然后因为这把他往上推 所以其他的机构 会分别在B点跟C点 给他一个B跟C向上的力 这个是已经知道 因为我是把整个杆往上推 说是一定有一个B跟C的力量 作用在上面 这是平台本身的受力 然后接着呢 我们考虑BD1那根杆建 BD1那点杆建的时候 各位要注意 第一点 BD1给一个往上的B的力量 往上推 所以平台会给BD一个往下的力量 所以这边有一个往下的力量 B 然后呢 我们假设Ping 就是跟着BD1走 所以BD有那个Ping 那BC呢 是个二力构建 我们假设是拉力 所以这边有一个FBC的力量 朝右 然后FAD在那边 我也假设是拉力 因为是二力构建 所以在D点 有个FAD的力量 朝左上方 最后在E点 有个EXEY 好 这个是PingB的 然后呢 我们单独的 把这个题目里面的C点 的那个Ping抓出来 如这边这个图所示 这是很特别的 你们不是说 我都要把Ping给它单独 摆在某一个零件上吗 可是这边这个做的时候 我们把PingB给单独 C点的Ping单独的抓出来 这个有原因的 因为这会对解题比较容易 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解法 一般我们不会这样子画 一般我们会把C C跟那个C基杆子连在一起 好 现在我单独画了 然后在C点 你们就先看到 首先有个朝下的力量C 没有问题 然后有个朝左的力量 FBC 因为就是这样的 这个Ping 作用在左边的这个Ping上 有一个F拉力 所以这边的一个朝左的 也是一个拉力 然后我们假设C基 是个二力构建 受的是压力 因此有一个F吸基 朝上右上方 这是PingC的 接着最后呢 C基就是一个二力构建 朝上压力 我们先仔细看 这几个自由体图 加起来大家算一下 我有几个位置数 从最上面开始算 第一个是B 第二个是C 然后有一个FAD 有一个FBC 还有一个FDH 然后有EX 有EY 最后还有一个FCG 所以左边这个图里面 已知就是W 或所谓的二分之一W 位置数有八个力量 那我有几个方程式 理论上 第一个平台 我有三个方程式 第二个BD1 这个杆建 我有三个方程式 六个 第三个 我那个PingC 因为是一个节点 所以只有两个方程式 所以我有八个方程式 所以实际合起来 我有八个方程式 可以解除这八个位置数 你们就通通把这个自由条件列出来 就解 慢慢解就对了 是可以解得出来 但是你们课本上像一个偷懒的方法 因为我们只要知道FDH 所以我们从左边的BD1这个图看 如果我要知道FDH 是不是直觉我就对一点取利据 因为对一点取利据 至少EXEY不见了 所以如果我会事先知道 作用在BD1这杆子上的B是等于多少 FBC是多少 FAD是多少 如果这三个我能够解决 那我只要对一点取利据 马上就可以解除FDH 因此 这个就是为什么能够要把C担当 因为我们现在看 第一个 我们先考虑最上面那个平台 最上面的平台呢 它有几个力 一个是二分之一W朝下 一个是FAD 因为我们假设拉力 二力构建 所以次朝右下方 然后有B跟C 是分别朝上 第一点 我们先看 假定上面显FX等于0 因为我们已经讲了 那个角度就是细打 所以就是FAD细打等于 FAD口散细打等于0 所以我马上知道FAD等于0 因此以这个结构来讲 FAD它不受利的 它没有受利 它有点像行家里面 所谓的零力构建 它没有受利 它只是一个连杆 然后呢 拉带动 整个平台可以往上升 所以第一点FAD等于0 然后因为我们不知道 二分之二分之一W位置 所以我不能取利举 但是我可以考虑 Sumption FY等于0 Sumption FY等于0 我们就得到B加C 减掉二分之一W等于0 所以B加C等于二分之一W 这是我们的方程式A 这是第一个我们有用的方程式 第二点我们就来考虑那个B 那个PIN啊 C点的PIN C点的PIN自由体图 如这边所示 首先有一个C的力量朝下 然后有一个FBC 是二力构建 朝左 然后呢 有一个FD 那个FCG 朝右上方 因为我们讲这些压力 记住FCG 跟水平中的夹角是细大 因为这两个是平行的 CG跟BD是平行的 所以夹角都是细大 那这个有两个方程式 水平方向的合力等于0 就是FCG的cos细大 减FBC等于0 垂直方向的合力等于0 就是FCG Sin细大 减掉C等于0 得这两个方程式 然后如果我把这两个方程式的 减掉FBC 跟减掉C 移到左边 就变成了FBC的 你们仔细看 第一个是FBC的cos细大 不是 FCG的cos细大 等于FBC 第二个是FCG的Sin细大 等于C 如果我把这两个一除 你们仔细看 FCG就会消掉 cos细大变成Cotension 所以最后 这两个会得到这个结论 FBC等于C的力量 乘上CotensionC大 这是这两个方程式 可以解出来的 FBC等于C 乘上CotensionC大 这是我们第二个方程式 然后接着我们看第三个自由体图 就是这下面小小的 也就是我们讲的BD1 你们现在仔细看 第一点AD4等于0了 我根本不要理它 然后有个FDH作用 然后B的大小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B加 从第一个方程式A 我知道B加C等于2分之W 然后从第二个方程式 我知道FBC 可以等于C乘上CotensionC大 这里面就都有带了这些 然后如果我们对E取力矩 假定我们对E取力矩的时候 我们先看后面两项 第一项先不要看 B这个外力对E点的力矩 是顺时针的 所以是 那它的力矩呢 就是2AcosC大 所以是负的2AcosC大乘以B 然后FBC所产生的力矩 它的那个力弊 就是等于是2AcosC大 也是负的 所以等于是负的2AsinC大乘上FBC 那最后的一个力矩 就是FDH对E点的力矩 这个呢 我们先看一下下一页的这个图 这边这个图你们看 这个就是E点 D点跟H 那我们假设DH 记得这个E点 E点到D点距离就是A 这个FDH跟这边的夹的角 跟BDE夹的角 我们叫一个Fight 等于几我还不知道 等一下 假定这是Fight 这边延伸过去的 这个角度就是Pi-Fight 那如果这边是有一个力量 记得它不是垂直的 它就可以分成垂直的分量 加水平的分量 所以真正的DH 因为FDH对E点要取力矩 只有垂直于那个感知的分量 才会有 所以它垂直的分量 就是等于实际FDH的分量 成长3Pi-Fight 利弊是A OK 所以 所以我们的Summation 我们的Summation M1等于0的第一项 就是变成FDH 乘上散影的Pi-Fight 就是我的垂直分量 那对E点率就乘上A 那那个是反式真的 所以是正 所以真正的Summation F1等于0 就如你们现在看到了这一式 然后你们现在再看它的第三项 第三项是2A Sin C打 乘上FBC 可是从前面的 那个B 我已经知道 FBC等于C Cos C打 所以我把FBC等于C Cos C打 带到这边 就会把Sin消掉 所以整个这里面 就变成了 2A 2A 乘上C 的Cos C打 这边有个2A乘C Cos C打 这边是有个2A乘B C打 我把2A Cos C 掉出来 这就变成B加C B加C又是等于0.5W 所以整个就变成 0.5W 乘以2A 那2A 那2A 又可以把它消掉 所以 最后 整理一下 我们就会得到的结果 FDH 然后两边的A 也可以消掉 FDH 等于整个总共的重量 W 乘上Cos C打 除上Sin F 这就是FDH 我就直接把它解出来了 所以我说这个解的步骤 比较tricky 那我们只要解FDH 这个解法 我们一般是想不到的 是已经知道答案 才会这样子做 我从第一个自由体图 得到B加C 等于0.5W 从第二个自由体图 得到FBC 等于C 乘上Cos C打 然后再把这两个 带到第三个自由体图 得到的结果 消一下 就会更好算出FDH 所以FDH就等于 物体的真正重量 乘上我们的Cos C打 然后除上Sin F 所以现在 我一标忘了 C打是60度 我知道了 物体重量1000公斤 我也知道 唯一的 我们现在只要计算F 那计算F 而且这个公式就证明了 我的FDH的大小 跟W位置无关 因为公式里面 没有W的位置 所以证明了 我们要证的 最后呢 我们要知道Fight 要知道Sin in Fight 我们可以运用三角形公式 就Sin in Fight 除上 这个1到H的距离 等于Sin in C打 除上D到H的距离 所以我第一步 要先算出D到H 那D到H呢 就很简单 因为D到1是A 1到H 1到H是L 然后甲角是细打 所以依照余弦定理 DH的平方 就是等于A平方 加上L平方 减掉两倍AL乘上 cos细打 然后我们就知道了 A是等于0.7公尺 L等于3.2公尺 细打等于60度 所以可以算出来 DH的平方 然后开根号 我们就得到了DH 我们知道了DH 是等于多少以后 Sin in Fight 就我们刚刚讲的 Sin in Fight 比上1到H的距离 等于Sin in C比到D到H的距离 所以我们晓得 Sin in Fight 就等于1到H的距离 乘上Sin in C 除上D到H的距离 那1到H的距离 等于右边1到H的距离 就是3.2公尺 细打就是60度 D到H这边算出来了 那我们这边先不算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直接带 那最后我们晓得 我的重量 就是1000公斤 不要忘了 一定要乘上9.81 一定要换成牛顿 变成9810牛顿 9810牛顿 然后依照我们刚刚公式 FDH等于总共的重量 就是讲的W就是9810 Cosin 细打 细打就是60度 Sin in Fight 就是把这个公式带进去 所以最后我们会得到的结果 是5.15000牛顿 也就是5150牛顿 所以你们仔细看 一个抑压缸的力量是5150千牛顿 所以两组合起来呢 两组合起来是超过1万牛顿 10300牛顿 对 10300牛顿 但是它只举起来9810牛顿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改变力的施力方向 但是并不见得省力 我再强调一下 这个力题比较特别一点 比较特别一点 它是一种特殊的解法 那一般的机械 倒不见得会那么啰嗦 因为你们课本做的 只是要解FDH 所以它别的都不算 所以不去用一堆 八个年龄方程式来解这些东西 这个就结束了